今天啊 我们这一家人 不要光坐着不说话 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 坐在一起吃饭了 今天有什么说什么吧 为了婷婷 也为了你们自己 来 来 婷婷 小雪 妈 既然你说 有什么话就都说出来 那好 我先来说 许光明 你真的打算复合吗 妈 你看见了吗 你总是一厢情愿地想当然 你根本不了解情况 人家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她跟李梦卓还纠缠不清呢 您为什么老拿自己的热脸 去贴她的冷屁股 还把我扯进来让人家看笑话 求求你不要老胡说八道 好不好 我胡说八道 我亲眼看见的 昨天晚上 她跟李梦卓在咖啡馆里约会 还在街上风花雪月 你还在街上风花雪月 你知道吗 光明啊 什么情况啊 小雪说得没错 昨天我的确跟李梦卓见了一面 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 不像我想象的那样 那是怎样 我真想听听你还有什么理由 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我没有任何花样 我也不会找理由 我是跟李梦卓见了一面 但是 是因为案子的事我不得不见 没错 她对我的确一直还是不甘心 但是 我糊涂一时不会糊涂一时 爸 我刚才说的话 您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当着您和婷婷的面发誓 好 说开了就好 其实说开了就没事了 小雪 我怎么说你呢 太敏感 所以以前有很多很多的误会 你误会什么呢 你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吗 不要闷在心里头 闷在心里头 一切事情会被你弄得烂七八糟的 这样吧 我说个正事 我想问你们两个 一切的一切 可不可以从头再来 怎么 怎么都不说话呀 我说 你怎么来了 小雪 小雪 今天我们家不方便啊 改天再来吧 阿姨 我知道 您不喜欢我 我也知道这个时候我来这里不合适 但是既然我来了我求您 让我把话说完 说完我就走 我不会耽误你们太久 铁雪 今天 你也听我一次 你坐下 我徐立军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从小不招人待见 老师不喜欢我 同学也不喜欢我 长大以后 甚至我的亲生父母都好几年不搭理我 我没学历 没文化 长得也不帅 说话油腔滑调的 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不靠谱 但是时至今日 我觉得我特别幸福 我特别知足 因为丁雪他不嫌弃我 他认可我 他答应嫁给我 我感谢老天爷可怜我 感谢丁雪 也感谢许国明你 因为没有你跟丁雪离婚 我徐立军这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我想不明白 既然已经离婚了 你 你为什么还要三番五次地纠缠不清呢 许光明 你知不知道 此时此刻 丁雪应该现在在我家里 接受我隆重地求婚 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一刻 我等了多少年 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一刻 我准备了多久 那个刘呐 他就是因为你 你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是什么滋味吗 而 许光明 你应该很清楚 你跟丁雪已经不可能了 既然清楚你们不可能了 你就 你就应该让丁雪 追求幸福和自由吗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 这时候我都买好了 那就是因为你 阿易 我知道 作为婷婷的外婆 丁雪的母亲您不放心 我特别能理解 但是我薛立金今天 就站在这里发誓 我薛立金一定会让丁雪幸福 一定会孝顺您 一定会善待婷婷 视婷婷为己出 把她当成我自己的 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如果我做不到 天打我雷红 出门就被车撞死 我把戒指放在这儿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就带上她 如果要是不愿意 就随便怎么处置 说了这么多 如果有什么话说得不对 请你们多担待 怕让你们吃饭了 妈 我也走了 你还没回答我能不能符合 对不起妈 我不能 因为你薛立军 不 来之前我就想好了 为什么 不会什么 不会什么 我涂什么呢 我这是涂什么 我涂什么呀 我涂什么 不是一个半戒指关路度的人吗 我是一个半戒指关路度的人吗 我除了什么 你们要跟我怎么认识 你们要跟我怎么认识 你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啊 又想动手是吧 你干什么啊 又想动手是吧 少来这套啊 你要想动手你就动手 我不怕你 快擦擦吧 什么意思啊 杰志勋 军志勋 可能我之前对你有些偏见 但是今天晚上 不想我明白你对丁雪是真心的了 你这样说 我也就真的放心了 你俩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你 你同意了 不是 你不搅和了 我没有打算搅和 我只是希望 你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挤在你心上 对丁雪好一点 别再让她受伤害 这不用你说 你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我 我这辈子 就算是对不起我自己 我也一定不会对不起丁雪 我这辈子 从来就没这么爱过一个女人 我相信 说实话 从咱们俩那天晚上在许家沟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了 你比我做得好 真的 特别希望你能始终如意 别辜负她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像你那样 对 对不起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会一辈子对丁雪好 还有一件事 我想拜托你 你是想说婷婷吧 这你也放心 我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 我肯定会把婷婷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我相信你会对婷婷好 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你说 婷婷她老了 秦阿姨 对 你也知道 她岁数越来越大 而且这个记忆力越来越不好 一时明白一时糊涂 以后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想 你也知道 如果你跟丁雪结婚了 你也能够 把她带在身边 一块照顾她 这 不用你说 我其实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你知道 秦阿姨她对我 你要理解她 她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提琳考虑 等你跟丁雪真的结婚了 她就不会怎么对你了 希望是这样吧 希望是这样吧 秦阿姨她心里想什么 我很清楚 她就是希望你跟丁雪能复婚 说实话 秦阿姨挡在我跟丁雪中间 我跟丁雪的结局是什么样 我 我挺没底的 你就放心吧 我马上就要进去了 我进去之后 你们俩之间就再也没有什么阻碍了 这 真的要进去了 不是 到底什么情况 你没必要知道 你只需要记住 你今天晚上所说的每一句话 还有 还有刚才答应我的事就行 白走了 妈 妈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